感謝您再次收看 你一定要繼續看下去的盡責解盤 各位注意啊 我想我一開始先跟所有朋友來說 今年啊 對很多散戶朋友來講的話 真的就算你想跟上來 真的就算你想很快速的印證的話 我認為啊 就算我每一次的轉折 都跟各位講得非常的有道理 也非常的清楚啊 坦白說一件事啊 我認為今年跟上敬哲腳步的人數呢 數量還是比過往那幾年少得非常多 你說對還是不對啊 電視機前面的你啊 你一定會常常講說 哎呀對哦 前兩天聽敬哲老師講說 那股票上來了 結果咧 我正想要跟上去的時候 他就說 大家降溫一下 他可能又要拉回了 拉到我都怕了 都不敢講了 都不敢看了 改去看其他放空的節目的時候 結果咧 鏡子老師又說 這個行情要上去了 我可以跟各位保證一件事情 但是我實在沒有辦法 每一集都給你拿出來驗證 今年以來所有這些轉彎啊 包含這一次的低點 包含這一次的低點啊 前面我只能給你用發誓的 因為做節目實在是時間不夠啊 你自己去想想看就好了 這一次最低點的時刻 連續兩個利空 一開始說 中國大陸跟美國要貿易大戰 第二次說 要磕2000億的電子股的關稅啊 所以去傷到美國啊 等等這個情況 我是第一個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 這個利空應該就是標準的 所謂假利空 因為呢 後面磕這2000億的關稅啊 其實呢 主導權在中國大陸手上啊 中國大陸從我三天之前 跟各位報告到現在為止 已經出現連三紅的情況了 你那個時候去看股市現場 應該也知道 因為我就很直接的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 中國大陸基礎建設的鋼鐵股 早就已經先漲上來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些大盤的轉折 我幾乎都跟各位可以這麼說 幾乎命中到最低點的位置了 如果我沒有真的給你在這個地方 跟你講磕電子關稅 其實是傷到美國 這是假利空 這是右空 然後就會一路尬上來的話 明天起請導播把我的節目關掉 請我老闆把我的節目關掉 為什麼我今天要 一開始先開門見山 要跟各位這樣子信誓旦旦呢 就是要幫助各位啊 發誓對我來講 只有聲音大一點 激動對我來講 只有傷喉嚨一點點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什麼呢 我要跟各位講的是 請你注意一下下 今年呢 一開始就是這種 所謂上下震盪的走勢 為什麼是上下震盪的走勢 我就直接挑明的告訴你 親愛的投資朋友 屬於最大型的整台電腦的沒有漲上去 要漲的全部都是零組件 什麼被動原件 再往前叫做什麼 光學概念股 等於說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啊 你一台車子或一台筆記型電腦 裡面只有一個零件漲的時候 那個老闆不見得是賺錢啊 那只是在告訴你說 將來春天快要到了 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就像說假如有一天一個便當要漲上去了 他是從什麼 從雞腿開始先漲上去的對不對 從什麼 從雞腿從他的人工智慧 從他的一個香腸先漲上去 這樣形容可不可以 從他的什麼 從他的什麼 從他的這個 這個青菜蘿蔔先漲上去就是這樣 從零組件先漲上來啊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跟各位講說請你注意一下下喔 那麼我一直跟你講趨勢 講得那麼清楚喔 我說你不要以為今年啊 這樣子什麼 每一次怎樣怎樣怎樣 就說要大跌 我說你用月線去看 根本從頭到尾都在同一個位置啊 因為他在漲什麼 漲我剛才講到了 電腦或者電動車裡面的零件 這時候再怎麼漲的時候 對不起啊 對於整台電腦是沒有幫助的啊 對於整台車子 或者整個具體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你不會感覺到說 這個市場上面已經非常的熱了 就像你一個房子只有漲一塊磚頭一樣 但是我現在要跟各位講 親愛的投資朋友 兩件事情先跟各位來報告 第一個轉折講對了吧 今天又說到最高點去了 有沒有人幫我算一下說 今天漲到這裡來什麼樣的一個意思啊 各位注意喔 我們來看前面幾次啊 跌下來之後呢 反彈到80%啊 跌下來之後呢 超過100% 因為你要從這邊開始算 換句話說 這幾次的一個拉回 每一次幾乎都是過高 最起碼都還有超過八成哦 今天到這個地方已經是55%了 什麼意思呢 超過0.5往往就挑戰0.8 超過0.8往往就挑戰所謂前面的新高啊 那我可以告訴你一句話 從我告訴你說這個行情要往上走 大盤又嘎上來了 這是第一個要告訴你的話 如果你每天要去看那些 哎呀怎麼樣都中美會貿易大戰啊 怎樣怎樣 每天去看那些落後新聞 或是去看那些落後大盤的節目 現在大盤漲上來還在講放空啊 我真的必須要講一句話啊 早晚不是說嘎到外太空而已啊 他早晚會告訴你 外星人會攻擊地球啊 之前跟你講說什麼核子彈啊 川晶會破錶啦 什麼川普跟普丁吵架了 結果人家昨天好好的 川普跟金正恩又見面了 之前說要丟核子彈 之前說那個飛彈會射 射關島還不小心會射到台灣 颱風都沒那麼準啊 我覺得這些也對你回頭去想想看 到底對你有沒有幫助就好了 對你有沒有幫助就好了 那我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 上去之後呢 一半的左右嘛 這一定是一半的左右 然後再往上 8月桂花香啊 8月份我要跟各位講一件事啊 昨天我們講到哪裡 昨天我們講到說 請你注意一下下 大盤呢 台積電在大漲的過程當中啊 國巨會拉回 國巨是怎麼走的 國巨是大盤在下跌的時候 它反向上漲 大盤在上漲的時候 它反向下跌 這是在盤整的過程當中 會產生這個現象 盤整的過程當中 大盤一漲的時候 當然是台積電漲 那麼跌回來說是台積電跌 漲上來台積電漲 所以反過頭來呢 它休息的時候 第二名 成天讓第二名的國巨就漲上去了 各位來看一下 7月23號我跟妳講說 我們切貝洛元件 我們是上個禮拜五進場的 上個禮拜五進場的 今天我還是不想公布名字 你幫我看一下 國巨是不是連漲兩天上來了 而且還是連兩紅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從802塊到現在為止 100塊錢的價差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超過100塊錢的價差出現了 2492的華新科 連續兩天收到最高點 我問妳這件事 這證明什麼 證明前幾天在跟你講什麼 被動元件要趕快空下去的那個 又錯了 對不對 股票市場 請你記得一句話 千萬不能在這個地方趕盡殺絕 大盤也是這樣 我昨天不是這樣教妳嗎 我說妳在這邊看壞 哈 妳在這邊看壞大盤 妳在這邊看壞大盤 妳在這邊看壞被動元件 我說用這個看不準 要用這個哈 妳在這邊看完被動元件 那不好意思講 輸的就是妳啦 我知道很多人都殺在350塊的那個地點 我知道很多人都殺在800塊那個地方 有辦法妳就不要殺 我跟妳講說叫妳不要買1000塊 或者這一段時間妳根本就是 被動元件就是來回操作 妳要做不做隨便妳啊 就是拿來做什麼 做當日沖銷而已啊 我們今天還是有做當日沖銷還是贏啊 所以這行情裡面請妳記得 大盤是屬於多頭 它先從零件漲上來 到了8月之後呢 我告訴妳 如果你這樣看的人啊 8月之後妳要吃大虧了 8月之後 妳各位有沒有覺得啊 這個原型底越打越清楚啦 妳各位有沒有覺得啊 有人告訴妳說 應該用這個看 因為這個沒辦法還原全值啊 因為這個沒辦法還原全值啊 我們用週限來看好了啊 有人告訴妳說 被動元件漲上來 立刻會崩盤的 你不能每一天 當日的拉回就叫做崩盤啊 哪有股票一天不會回的啊 你也不能說啊 三年之後兩年之後崩盤 就當作永遠會崩盤 一支股票拉長時間 就算是台塑都有可能會拉回啊 台塑你看還是很穩 但是我跟妳講一件 一支股票拉長時間那個都不算 我們做頭顧老師不是在講這個 講這個什麼 100年之後200年 或者30年10年之後的事 我們是要講下個月 立刻要發生的狀況 我今天來我先告訴各位趨勢好了 再來講績效 我認為八月份桂花香啊 上游下游都會孔雀開平啊 你連屁股都沒得看 啊 請你聽不清楚我這句話哦 很多人說啊 大漲了沒關係 什麼股票拉回來 專門來看 反正這幾年只要看他 大概都十字八九 欸 偏偏他又不是空這種股票 2498的紅塔電是不是 應該這麼說 大漲之後 你就要看這一段 對不對 啊 大漲之後 你要看這個黑黑的地方 我覺得你真的蠻無聊的 人家都在看這裡 因為這個漲完之後 接下來又換什麼 換奇力星他們又漲上去啊 他們這中間還有時間差呢 奇力星休息了現在現在換誰上去 換誰上去 他有時大股票走 有時小股票走啊 3.08的大力光也是創新高啊 所以他就是一個輪動啊 人家到處就說哎我今天休息了 你就偏偏就看他的屁股 看他回頭啊 我告訴你你這樣做永遠賺不到錢 你整天在看大盤啊 什麼一定會崩盤啊 會被核子彈丟啊 我告訴你一件事 有一天他一定會告訴你外星人攻擊地球 還是彗星撞地球 所以股票市場裡面正確的思考 麻煩各位 請你注意哦 我今天也在跟你講 未來可能要重播的部分啊 什麼股票大漲之後輪到誰 這叫多頭思考 懂我意思了沒有 回檔結束立刻做多 這是多頭思考 明天早上很可能再開高啊 所以他股票是一輪接著一輪在往上動的嘛 你各位來想想看嘛 我是不是跟你講說 哎 今年7月份的 7月份你說啊 7月份漲被動元件 NO 可能7月份漲被動元件 7月份是什麼月啊 生計月啊 生計月啊 對不對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我們獲利了結了 也跟你說了啦 492到今天578 大概是500 550幾的時候獲利了結啦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生計月要做什麼啊 要做什麼啊 要做什麼啊 哇今天啊 不可能動到今天 雖然今天沒有創新高 我是賣在前面的高點 各位看到沒有 來賣在前面的高點 今天還有拉上去耶 今天還有拉上漲停板去耶 所以方向不要錯 你做對就有錢賺 對不對啊 昨天跟你預告的股票 今天不是只有這人嗎 對不對 啊 要跑去哪裡了 拿來看比較乾淨啦 來 是不是一樣啊 是他開得太高了一點點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其實呢 每一個輪迴裡面 都有他重要的股票 都有重要的主流啊 尤其是這種橫向整理 我再次跟你強調一件事情 像這種呢 它會是這種輪漲的 像這種呢 如果這一支呢 現在漲在後面呢 1234567啊 費波南枝係數是第八個月轉折月份哦 聽清楚哦 費波南枝係數是第八個月轉折月份 是會走這種東西呢 那你就會看到這兩個一起漲了 零件跟終端一起漲上來 八月份 會有很多股票 香噴噴啊 什麼股票最會漲 請你想辦法跟上黃靖哲 甚至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我們現在有所謂的 當沖 各位知道吧 啊 所以呢 你看到這個股票 不是他不好耶 是因為這個時候太好了 所以大家賣掉了 知道嗎 不是他不好耶 是因為開得太好了 所以後面賣掉了 所以你看起來有點混亂 怎麼樣去掌握 第一個又能夠掌握當沖 第二個又能夠掌握破斷呢 下半場靖哲再跟你講 一定要想辦法趕快跟上來 看盤先獲利 請您速下專線 022-2752-5868 2752-5868 成通獨顧 黃老師 因長期操作 及小身家 所以你叫到 非本公司的網站 播放影片之後 而連結到 不是本公司網頁 以及聯絡直信 所以我們在這裡要提醒 所有的投資朋友 如果想要參加 黃老師的會員 請撥打電話 022-2752-5868 或者是撥打104查詢 成通獨顧 以免上當而讓財富 遭受到損失 參與初見 022-2752-5868 成通獨顧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 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成通獨顧 擁有股票 期貨 雙震照 帶您領先動行市場 穩健獲利 股網合力 成通獨顧 值得托付 02752-5868 兩件事再跟各位來強調一下下 各位注意一下下 回去查查看 是不是我講的是正確的 很明顯的 第一個 中國大陸股市是這一次呢 所謂中美貿易大戰裡面 受獲最慘的 我也直接告訴你 因為中國大陸其實呢真的是賺到美國接近3000億的一個貿易逆差 所以中國大陸承認3000億的貿易逆差 這地方在報復的過程當中一路上下跌 但是美國一路創新高啊 為什麼美國一路創新高 因為美國是這次談判的大贏家 我想大家應該是很清楚啊 美國是談判的大贏家 所以一路上都在創新高啊 你不尊重我智慧財產權 想要給我盜版就盜版 哪有這種事情的 你的手機隨便做一做就可以 你看 我今天必須要公開講一件事 雖然這個節目最好不要在中國大陸播啊 你說常常罵宏達電說宏達電這麼不爭氣 我也必須要替宏達電講那麼一點點小小的一句話 你知道蘋果有多少專利 其實呢 他的專利多到讓你做手機沒辦法做耶 你做手機如果付他的專利權的話 股價就變成這樣子啦 當時就是因為說 唉唷 才不管他是不是專利權 所以股價才能漲上去啊 不管他是不是有專利權 所以先做就漲上去 等到他說開始被告 是不是一路就跌下來啊 結果現在宏達電連手機都不太敢做啊 因為根本錢都是被你蘋果賺走 美國的專利權法是很可怕的 所以各位想到一件事情 為什麼中興華為小米他們做起來了 我問你一件事啊 中國大陸當時根本不甩你美國什麼專利權不專利權嘛 所以基本上這次呢 上海也就是我們看到上海這次為什麼會往下跌 為什麼中興通訊被一告的時候就整個往下跌下來 就是因為川普出來跟你談啊 你不能這樣子盜版啊 那是我們美國人的專利啊 所以你以為中國大陸有多強就是這樣子啊 人家是比較要怎麼形容呢 導播幫我想想看 不用遵守什麼國際條約的對不對 人家就是這樣嘛 夠大嘛 人家想盜版就盜版嘛 就這樣形容好了 OK 不管那麼多 總而言之這一段來講的話 那麼美國講得有理所以跌下來了 你要隨便叫你中興通訊 沒關係啊 你給我盜版那麼多 我就其中一個技術我不給你 就算盜版你也走不掉啊 你就死定了 你的手機根本連通話都不能通話 所以各位啊 這一段是這樣子啊 但是呢到現在為止 美國會說我還要再給你報復下去 報復什麼呢 報復稀土 報復什麼呢 報復電子零件 報復半導體 糟了 報復這個幹嘛啦 這個稀土沒有的話 那個美國自己的電子業也要關門啊 沒有零件美國自己的電子業也要關門啊 你懂那意思了沒有啊 所以報復它沒有意義啦 報復它是美國自己要跌啊 所以你看到沒有 其實原來是美國嚇人了 所以它就往上漲了 所以我之前就跟各位提到 中美貿易大戰這個事情一定會慢慢降溫 什麼叫貿易大戰 那其實從頭到尾就是個貿易協商啊 那後面呢 越沒有貿易問題就會越漲上去啊 你不覺得龍行虎步嗎 第二件事情 我們剛才講的比較open 叫八月貴花香 現在我們講保守一點的 你今天就算不選我 你要選對方向啊 我問你一件事啊 現在漲55%啊 漲到這裡呢 還有30%左右啦 漲到這裡還有一倍啊 指數耶 指數一倍 因為往往股票是三倍到四倍 你要想清楚這個答案哦 從這裡 你看每一次反彈最少是這個80%嘛 最多是這個110%嘛 最多是這個嘛 超過130%嘛 萬一漲到130% 繼續講啊 繼續說啊 這個行情一定會跌啊 明明中美貿易大戰就要降溫 你就一定要把它當作真的 明明人家各位看到沒有嘛 連我們國內這個都已經放出來給你看了 你一定要跟他們對答 你要找人打架不要找政府打架 所謂民不與官鬥啊 人家要幹嘛了啊 你想清楚一件事啊 人家想要幹嘛了啊 你在這邊哎呀大盤不好啦什麼 台灣經濟不好啦 每天你把你搶走啦 我不好意思講一件事 你在跟誰 找誰打架啊 要大家找一個弱一點的 千萬不要找這麼強的 OK 這邊還有一個更強的耶 你看啊 年底人家 川普也要選舉啊 如果這樣繼續調下去的話 你各位今天有沒有去看一個新聞 川普的支持度已經提高到45%以上了 是目前的新高啊 川普的支持度目前是新高的 你要聽清楚啊 那他想幹嘛 我今天假如像那個韓國一樣永遠沒有 韓國你知道吧 韓國的總統是不連任的啊 就每一任都在想辦法A錢啊 聽說啦 我沒有亂講 呸呸呸呸 韓國沒有連任的啊 所以你看怎麼 都被人家起訴啊 所以各位啊 人家現在要連任幹嘛 一定要替人民磨福祉 一定要把股價想辦法往上衝啊 這才是你今天要看到的情況啊 所以呢 我不是講民不與官鬥而已 我是要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一下下 這個行情就是往上走 甚至在這邊呢 永遠你不覺得嗎 今年我先講做空的朋友 我就講給你聽好了 你不覺得每一次你覺得要跌的時候 後來都沒跌下去啊 我問你啊 為什麼 每一次要跌後來都沒跌下去 每一次你看到一檔股票 我現在再舉一下例子好了 哎呀他沒有EPS啦 他只有賺0.14元 結果呢 我們一定空他一定穩贏的 結果這樣 我真的不好意思講 現在為什麼沒有人講說他去放空啊 因為 一定是回補到最高點嘛 沒有人敢講啦 對吧 還敢講的我實在服你了 這個也是一模一樣啊 很多股票你不覺得嗎 都是給你嘎到最高點去 你說老師要嘎到最高點人家就休息了 嘎到最高點股票重新開始 因為這是做夢行情 接下來是打完底部之後 來一個真正的行情 實做行情嘛 股票市場本來就是走這種情況啊 尤其這種是有做夢的 沒有做夢的他就是跟你講說 我就是真財實料 我就是EPS拿給你看啊 是還不是啊 而且股票跌下來每一支都還要底部上去 這就是你現在看到的現象啊 你難道你還在想些什麼 我真的想說你如果要放空的話 說不定應該去找太陽能啦 但是我告訴你一件事 看起來今天太陽能好像也不錯 是還不是啊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啊 你不去放空那個強勢股票 你就真的弄錯了 我一直跟你強調 今年來講的話 就是從所謂裡面的 電腦裡面的零組件一個一個開始漲 電動車裡面的零組件一個一個開始漲 就跟便當啊 便當為什麼會漲 一定是那種什麼小黃瓜玉米啊什麼豆干啊 漲完了之後才會漲便當嘛 你說漲小黃瓜那不是真的 那漲玉米不是真的 到有一天便當漲上來的時候 你就說那是真的 那時候不好意思你的錢已經被嘎光了 所以就算你要放空 也不是絕對不是現在 應該是好一段時間之後的事情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現在能做什麼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由於現在開放10% 加上證交稅減半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麼當充你可以減半 你各位只要一天能夠拿2.5% 等於說你大概能充3% 甚至2.5%都夠 因為你只有千分之4.3 千分之4.3就是0.43%左右 是你的交易費用 所以你大概只要扣0.5就夠了 每天只要賺3% 剩下2.5%的話 經過4天 一個禮拜10萬 負利就不用算了 負利你算算看 這是一個月 你各位去想想看 我過一陣子我要把它累積下來 讓各位來看一看 都可以讓你查 從這個月開始幾乎是每一天都在跟各位想辦法 從這個地方想辦法張羅錢 各位看到沒有 7月6號的智邦 拉上來2塊3毛 7月6號 7月9號科研66塊 3塊-3 各位看到沒有 再往下來很清楚 7月10號中環 多少 如果你算100張2.8萬 來 全新 104到108 各位 金鴻33 37.5 下來 7月12號 來 因為差不多這個禮拜快到了 看到沒有 懷特1塊8 達方5塊8 OK 來 7月16號 來 3塊 7月17號 來 7月17號兩次 7月19號 7月18號沒動作 因為不是每一天都可以很好動作 而且有的時候像我們這兩天採取一個 有給他流倉下來的動作的時候 那比較好贏 對吧 被動元件 歡迎各位想盡辦法跟上 能夠幫你掌握住利潤 而且 不浪費時間 連當充都幫各位 想盡辦法能夠 利用當充降低你的成本 當充就是把你的成本降低啊 一當股票你充到3塊錢的話 本來10塊就變7塊了 成本就降低了 歡迎你 想盡辦法跟上 那麼又給你當充課程 又給你未來波段顯示 而且一定要請你跟上的黃靖哲 本投股公司 與所推薦分切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